被灑记者会宣布告别21年的老冬家巴塞隆纳 记者会上他难过暴哭 拿着一张纸巾又是擦眼泪又是洗鼻涕的 没想到这张纸巾被人拿到网路上去拍卖 起拍价就喊出将近台币3000万 全王梅西情绪溃体告别老冬家 又是洗鼻涕 又是擦眼泪 这张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的纸巾 事后居然被人放上网路拍卖 起拍价没听错 100万美金将近台币3000万元 但买家得承担风险 毕竟谁都不知盛头泪水鼻涕 是否真为梅西本人的 而湿湾梅西何体代言的已故NBA球星Kobe Bryant 他在职业最后一场球赛战过的木质地板 印有早年备号8号还有本人签名 这块地板也出现在拍卖市场 被匿名人士已相当于500多万台币买下珍藏 摸得到的能卖摸不到的也有人买 号称装有Kobe生前最后一场球赛空气的袋子 有人出百万台币买下 别小看狂粉掏钱极限 足球金童贝克汉 在餐厅吃饭喝过一半的饮料 被偷偷回收拍卖 有人出价约3400台币买走 还被附赠一颗从贝克汉嘴巴 掉出来的玉米粒 一坨被天后嚼过的口香糖 40万台币成交 无独有偶蔡依林吃烧饼吊的243粒芝麻 也曾在大陆网站以4万3台币卖出 但盲网深情在演唱会穿过的四角内裤流标 太过尴尬的原汁原味 没人敢要 记者纵好报道